我带了一个牌子和旗子,但我想说几句话 大家都知道恐龙灭绝了 在地球的45亿年的历史里 恐龙是在第五次生物大灭绝、白热前灭绝的 地球现在进入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联合国生物多安线和生态系统政府间政策平台 在今年宣布了一件事,重要的科学事实 就是地球上今天有一百万种生物正在哔哔哔哔哔哔 不止大熊猫,有一百万种 而原类、灵长类是我们人类最近的朋友 在过去的时光里迅速地灭绝 我们突然发现,在荣亮山、在英族的家乡 西黑关、常立园 他们非常幸运地存在到今天 我们当然需要知道 为什么这一份宝贵的财富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是什么?他们的音乐 承载着他们的千百年来的生命 他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特别特别认为 我们今天来听,还要多听几点 我们要把他们对文化 把他们对自然与人的美好 人类经过原始文明、文庚文明、工业文明 现在进入生态文明 最根本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是我们应该感谢云南支团 这些人民们 是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学习文化 学习他们人与自然的和谐 来弘扬我们这些传统 那我们今天有幸呢 和他们分享 也赠给他们中华新闻常与的保护地 无量山 谢谢大家 好 好 再次感谢 来我们的邦老师和罗罗马克老师 好 好 下面的朋友给点掌声好吗 好 嗯 好 我们的感受是阿德老师和台上的历史家的最大的努力和支持